在遠古傳說中,龍是象徵著力量和智慧的生物 現在龍已經甦醒,龍之力量得到解放,而且要傲視天下 每逢星期三,在一clickradio,我肥龍,還有我阿財,將會發放龍的力量,和大家龍行天下 我們會用盡千方百計,古怪搞笑的方法,和大家搜羅世界每個角落的得意趣聞,奇人怪事,新鮮資訊 記得逢星期三,一clickradio,雙劍合璧,龍行天下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so easy 生命有甜,有酸,有苦,有辣,人生不同的味道,你有沒有一一細味呢? 細味人生 在今集的細味人生,節目主持李向晴請來一對夫婦,Amy和Thomas,和大家分享他們成長的背景 以及他們為何會移民來到溫哥華的故事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今集細味人生,我們請來的嘉賓有Amy和Thomas夫婦 你們好 好 多謝你們今天上來和我們有分享的時間 別客氣 我想你們介紹一下你們自己,說一下你們的成長背景 或者是踏出社會之後,你們的工作等等 或者是Amy和我們先聊聊天 好的,很久都沒有說這些了 因為一把年多了,現在再回顧一下 不不,你都還沒有年輕 即是說,開始工作的時候說起了吧 說一下你自己的家庭成長背景 我可以這樣說,其實自己小時候真的很幸福 父母把他們全父母的心血放在我有三兄弟姐妹 我最大,還有一個妹妹和弟弟 弟弟小我十歲 所以當時我記得媽媽和爸爸其實他們都要工作 是一個小康之家,可以說 但其實都很辛勞地工作 但他們寧願是節衣縮食 都要找人來去看我們 即是照顧我們 所謂照顧,即是在起居飲食上 另外也很緊張我們的學業 也要找人去跟我們檢查功課 當時補習不是那麼普遍 是呀,我記得到現在後期和媽媽聊天 你記不記得,不是時事 不過他也很著重 不一定是像現在的逢星期幾 要去哪補習 不是這樣 但他也會找一個人定期幫我們看看 或者一個星期一次,或者起碼一個月 會這樣 我都不太記得了 Anyway,我就是知道他們很重視兒女的教育 而且把最好的給我們 我曾經很簡單 如果說回來 現在你看我很高 我出生的時候很小粒 媽媽就是一直為人奶 當時我媽媽只有九十磅 但他也一直餵餵到 好像剩下七十磅 但我從四磅多出生的寶寶 就養得我肥肥白白 好了,一直到成長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為何能彈琴,跳舞 很小時候學習 很小時候 其實我五歲已經學巴雷舞了 而讀小學,差不多中學開始 在現在來說很小時候 四五歲的學琴 但在當時的年代 十多歲 有得開始學琴 其實也挺難得 跟妹妹一起學 是嗎?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成長的過程是這樣 亦可以在溫室裡長大 其實算是很幸福吧? 你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因為應該在當年的香港社會 都不是那麼富裕 在幾十年前的香港 都不是那麼富裕 所以你當時應該很幸福 是的,所以我第一句也是這樣說 真的很幸福 好了,及到我做工作的時候 都覺得很順利 總之我 你做什麼工作? 我一直都是做教師 嗯,教光琴 沒有 我其實是在學校裡教書 最初來講 我就是教中學 接著會教小學 然後最後就是教幼稚園 為什麼? 所以會教幼稚園? 在我的經歷上好嗎? 我一會兒一步步來講 好 所以在經歷上 我是面對著有不同年齡的教學對象 即是中學生、小學生和幼稚園的學生 只不過就是 為什麼會教幼稚園呢? 在說來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教書就是教了很久 應該是教了差不多十年之後 即是中學和小學 然後我就搬了屋 去了當時香港 如果在香港來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屯門 當時屯門就是一個剛剛開發的地方 如果搬了進去再出來香港 去工作的話 很遠 當時只有一個很長的六十六號線 走那些山區、轉彎區 都很害怕 要不就坐那隻叫做飛長船 於是我進去後 我就找學校 剛剛在那時候 因為屯門大發展 所有公共屋村 每一座下面都有一個地方 是給幼稚園的 為什麼這樣呢? 就是因為 那時候是否應該八十年代 八零、八一年 是的 因為政府建大量的公共屋村 所以很多人都搬進去 所以那個需求性很大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有一個辦學的團體 就要請人 當時其實我完全沒有想到 是做這件事的 因為為什麼 他是請校長的角色 嗯 而我也是沒有當過 嗯 那我其實是 不會去apply這份工 但是就很有趣 因為可能在教育界裡 都經歷了一段時間 在過去做教師的時候 我都會有負責一些行政上的事 嗯 所以就是這樣情況之下 然後再去讀這個幼詩 嗯 然後就做了這件事了 一直都做了十年 我們學校都發展得相當好 最初進去的時候 是完全空白的 連裝修都沒有的 只是一些公共屋邨下面的地方 憑著一個茶煲 一張隻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不是說 我們分配去屯門 其實我們是抽籤 抽籤抽到居屋 就去了屯門住 當時結了分了吧 結了分 是的 好了 因為我還在香港工作 嗯 我要去set up這間學校的時候 是還沒開始的 嗯 那時候就一股熱情這樣 為什麼要一個鍋 因為不喝水不行 那時候就是要睡覺 那我就在早上還上班 下午就坐著飛翔船 就拿著飯盒 不斷椅子 吃完就在那裡 開始辦理所有裝修 申請辦學 招生 招教師 找職員 等等的所有工作 這樣就做到好事了 根本沒有可能晚上再出來 就在那裡 自己的房子都還沒裝修 所以就在那裡 一個鍋一張 對 吃東西當然可以在外面吃 但如果有時想喝水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不懂得買水進去 總之我記得是這樣的 所以一直以來 自己都覺得好像很順利 還有憑自己的能力 好像是可以做到很多事 嗯 到我其實後期 家裡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 我才會問自己 真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人是算什麼呢 究竟你憑自己的能力 是否真的可以一往無前呢 因為當人生很順利的時候 很少會問自己這些問題 嗯 還有那時候 因為自己都未認識主耶穌 嗯 其實我信主的時間都不會太長 因為剛才說 父母很愛我們 但他們都是無神論者 我所讀的學校 都不是基督教學校 所以我從來都未接觸過聖經 因為如果你讀基督教學校 都會有聖經讀一下 好 這一節我們稍後再跟你們聽 好啊 即是你一直以來 你的職業都是教書 都沒有轉過 在香港的時候 是的 那你是什麼時候結婚的 什麼時候結婚 說了我就知道我很老了 哈哈 可以很小過結婚的 不是 我是七、六年結婚的 嗯 現在是一家多少口呢 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嗯 或者這個時候 又想Thomas跟我們 去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成長背景 或者他長大之後的職業 這樣啊 那真是都說來話長了 因為都很多年前的事 隱約就是 當我有記憶的開始的話 其實我的生長 當時那個社會的環境 其實是比較蕭跳的 是 譬如五十年代的話 正所謂要找一份工 都是相當艱難 何況是我們 是有五兄弟姊妹 那當時呢 就是除了我爸爸 和媽媽有工作之外 我們一家八口 因為還有一個媽媽 我們住在旺角上海街 即是舊式四層高的木樓 那些就是 大家可以想想 在那個年代呢 就是沒有衛生間的 即是在每一層裡面 就沒有自己的獨立的衛生間 你說要去衛生間的話呢 你就要去到 下街了 去找其他工廁 我還是有些印象 當時就算是 連一些工廁 都不是說這麼方便的 可能要走一兩三條街口 之後才找到工廁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還是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就是晚上黑 或者是晨早 有人拍門到夜香 為什麼我們這麼清楚 因為在那個時候 一到夜香 那種味道就會叫醒你了 真是很有特色 所以說起那時候的環境 我想大部分 好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或是那一輩的人 有些都未必經歷過 這樣的環境 因為我們是住在一層樓 大約是有 分開有十五火人家 我們就是一個房間 我們就住了六個人 另外呢 就在一個冷行 我們就再租多一張床位 床位就是輪假床 就是我媽就睡下格 我大哥就睡上格 所以我們就 基本上呢 就是你說 活動空間也好 或者是做功課 做作業的環境 是很多人的 就很熱鬧的 是很開心的 是很開心的 頭房有 包祖婆有她的子女 尾房也有子女 中間房也有子女 所以我們真的 在那個時候 有那個時候 值得回憶那種味道 後來我們一直住到差不多 都有很久的時間 我想都有十年左右 然後呢 我們因為住的是舊樓 就是拆了 拆之後呢 那時候我記得就是 我們就開始是 我的大哥就申請彩虹村 你知道彩虹村是當時的廉中屋村的話呢 算是比較早期的其中一個屋村 因為當時我記得就是 一個就是蘇屋村 一個是碼頭圍村 然後一個就是彩虹村 就算最早期了 我們都算是很幸運 就算是抽到 就搬進去住 那時候大約是 剛剛是六、一年左右的時間 即是他們自己都幾十年了 這樣 就變成我們 Amy 即是我太太 她的家庭的生活 生長的背景 都是有些不同的地方 變成我們當時 都是比較上 是窮腹一些的 我記得當時我是做 修理汽車的學徒 這個生意 不像喔 你很斯文的 所以對汽車方面的 機器的知識 我都是有一些 有很多人都未必猜到我的職業 我是好像你所說的 你都好像挺斯文 其實我真的做過斯文 幾個同事問我 校長你會不會去移民 我說不會 一定不會 因為我很熱愛香港 所以有時候想起 這些事就不能說得那麼死 稍後回來 你的鄉情繼續和大家西味人生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來,喝杯了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 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音樂 是無分各界的共通語言 隨著不同的音樂節奏 會牽動你不同的感覺 當你進入音樂小站的時候 請你放鬆心情 盡情享受音樂 每逢星期二 節目主持 紫恩 會在音樂小站節目裡面 為你準備好豐富的音樂成宴 記得來慢慢品嘗啦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生命有甜 有酸 有苦 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沒有一一細微呢 細微人生 那讀書那方面呢 讀書呢 我們是要交學費的 我們是要交學費的 我記得讀書的時候 我們那個制語都不是那麼好 我讀完小學之後 其實就是有機會 就去轉一間英文學校讀初中 但是就讀到大約兩三個學期左右 因為那間學校的行政上 那些是出現一些管理的問題 所以後來那間學校就被封了 那一封了之後 我們沒有在這些日校那裡繼續讀書 那時候 確實如果再讀書的話 我們的家庭的負擔也比較困難 所以後來不如我們就做工 就是做學徒 就是做學師 所以我記得當時我是做修理汽車的學徒 這個生意 不像喔 你好斯文喔 所以對汽車方面的機器 一些知識 我都是有一些 但當然現在那些汽車的零件 和過去那個年代是不同的 那時候來說 就是真的有那些汽車零件的損壞 可以修理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的一個零件是壞了 或者整個換 就完全不同的處理方法 但自己也很想讀書 唯有晚上 晚上有時候是讀夜校 進修一下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也很早就出來工作 到最後你不是做汽車修 其實之後我去過一些公司做過 做過一段時間 然後做過幾個行業 我真的初初以為你教中文 因為你的中文很好 其實有很多人都未必猜到我的職業 我是好像你所說的 你都好像挺斯文 其實我真的做過斯文 斯文的意思是海原 海原的生涯 海原的生涯 其實比我 在人生的路程上 都有很多啟示 雖然當時我還未認識到 創造宇宙萬物 原來是有一位舊主 但有時候我 當我們不用上官 因為我們禮拜天都可以休息 走上去甲板的時候 看著那個天 看著那些海 感受到大自然那種 那種豪潢 那種偉大 那種無邊的話 你覺得 令人有那種心抗神異的感覺 亦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回頭來想想 這些經歷都不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有嘗試過 經歷過 所以都是有它的一個特別的味道 那做海原其實是挺辛苦的 做了多少年 我都叫 不是說很久 我都做過大約有三年的時間 但是三年的經歷來說 給我都有很多的體驗 例如我做過貨輪 又做過客輪 客輪有客輪的特色 他有很多人的 因為一手客輪來說 他要招待一些客人 當然他下面也需要很多的船員 尤其是管事部 那些服務員 那些 我們一收工的話 就是很虛陷的 好像大大地一樣 也有很多問餘性的節目 如果是組織得好的話 在船上真的好像另外一個世界 因為曾經我聽過一些前輩跟我們說 在客輪上 他們居然間可以組織一個月劇團 到埠之後可以到街上演出 你說 聽起來好像很神奇 其實真的有這樣的故事 在四五十年代 由於客輪 他起碼有百多二百個員工 所以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有些很有他們的潛質 例如有些他懂得玩音樂 有些他懂得唱粵曲 唱粵劇 甚至有些他除了是平喉唱粵之外 他還可以唱到子喉 子喉即是女聲 即是女聲 船員來說大部分都是男性 當然客輪來說 也有小部分的船員是女性 所以在這方面 會有很多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其實那幾年都帶給你人生 很多豐富的回憶 是啊 很多很多的 就是你不說出來的話 可能不盡人知道一些事情 那為什麼後期不做呢 又可以這樣 又可以說回頭 聽你說都很享受做海員的生活 為什麼我又會做海員呢 因為原來我本身來說 曾經有一段時期 都會在一些社團服務 那麼我們那個社團呢 就是叫做海員工會 那麼可能大家都對於香港呢 工會的組織來說 可能會比較陌生 但是如果在香港 譬如說四五十年代 或者再早一些的話 香港的工運史上呢 曾經發生過一次 叫做散港澳大罷工 那可能說起來都是很久很久 就是大約現在這樣說 都有七十多年的歷史 可能會更長的了 那當時這個散港澳大罷工首呢 就是工會那個 尤其是海員工會 他在裏頭裏面都擔當了一個 比較重要的角色 那麼因為我本身 我爸爸呢 也都算是海員工會 有關那些工作的職位的 因為我爸爸在天星小輪那裏做事 那所以他屬於奈何船呢 但他都是可以歸納海員工會 那個系統 那麼變成我也都覺得 服務大眾都是一件比較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能夠在這些社團做事 都挺有意思的 但是在我們這些社團做事 譬如在我們海員工的做事 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 你必須要親身去接觸這個行業的生活 經歷過這個行業的一些生涯 所以我就這樣 我都可以嘗試一下 就去逛逛逛 做一下貨輪 做一下客輪 都會經歷過這些階段 你們什麼時候移民來溫哥華呢 Amy 說一下 我們是1996年 是否想避過九七呢 還是想子女友好的教育呢 有多少個子女呢 兩個兒子 現在說回我們為什麼會移民呢 其實沒有想到九七 我最記得當時在學校做的時候 因為九七很多人都會移民 我還有幾個同事問我 校長你會不會去移民呢 我說不會 一定不會 因為我很熱愛香港 這樣 所以有時候想回 那些事情就不可以說得那麼死 其實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因為那時候我大兒子就是十四歲 當時他十歲歲 你知道是正在讀中學 一向他讀書都很好 但在他的反叛期期間 成績就開始直降了 後期他就有一個傾開 因為剛才我說 我爸爸很關心我們 甚至他的孫子 即是我們的兒子 他的外孫 都是一樣細心的 我爸爸那時候 即是我們已經住屯門了 他直接在香港 乘車進去幫我兒子補習 但我兒子就不太領工工程 雖然他感情上跟公公是很好的 但他覺得也是 後來公公又跟他談 他有一種心願 其實香港的教育制度 他真的覺得不好 他說填鴨式 而且他有一種理論 他的學校是金字塔式 中一六班 中二四班三班 他說我能夠升班 即是說有一個 就不可以 即是我身邊也有一批人 是升不到班 我好像踩著人上 他覺得 他說唉 這樣的金字塔式 而且是填鴨式 死記硬背 所以他說 如果有機會去外國就不同了 外國是以這個 你看一下 讀大學那些 直接去圖書館找資料 哪裏要死記硬背 是吧 把這個心聲透露給公公 公公就是我爸爸 跟我商量 當時我們都完全沒有想到 第一 因為經濟的負擔是很重的 我們負不負擔起呢 第二 他這麼小 我們溫哥華也沒有親戚 沒有朋友 即是朋友有一位 也沒有親戚 他住吃各方面都要 還有年紀 只是反半期 容易來到這裏 有些人說 嘩 你還沒有網管 其實現在 都很感恩 所以最後決定一起移民 沒有 他在這裡讀書 讀書後 我打算他回去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移民 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 有一次 在街上碰到一個朋友 他做了移民顧問 他就問 Amy 你有沒有想移民 我說沒有 他說 你兒子在那裏讀書 我說讀完便回來 他說 他讀完之後 你還有一個小兒子 小兒子如果又想過去讀書 你們都幾吃重 兩個Visa student 但是如果移民 就是交三分之一的學費 他說 他說你有沒有為小孩想想 就是他這樣一句話 當時我都說 很煩的移民 因為當時是很流行的 你說真是97年 很多人 香港很多移民講座 又要去聽 我又聽到有些人 又說要去到哪裡見 又要飛來飛去 我們當時做事很忙 沒有想著要這樣做 那麼多這些 好像不一定要做的事 但是他說 不要緊 他說我幫你搞定 如果你相信我 將所有資料給我 這樣 因為我當時已經是 在幼稚園裏做了 那間幼稚園 剛才說 由十多人發展到五百人 真是很大規模 那些畢業生 也是一路上 所以我就是用一個 叫做 這裏 daycare 都是很需要人 這樣就 這個原因 來申請 結果我們 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因為 不知道這麼快 因為當時 我兒子過來讀書 我們打算暑假來探望他 在這個期間裏面 遇到那個朋友 他跟我們說完之後 申請入址 那機票我們就買了 原因就是來探望他 但在這個過程裏面 之後你也回到香港 對 他不可以給我 立即 因為太短了 服務方一年 我帶回一個副校長上 正式來溫哥華定居 96 是96 其實我們是95年級 我通常都跟人說96 因為我96 留在這裏之後 一直沒有回去 完全斷了 舉家移民後 有沒有一些比較辛酸的經歷 都沒有 辛酸的經歷 在我的角度 如果說移民來說 應該沒有的 我是很享受 第一次聽 因為我太忙了 我是跟香港的節奏完全一樣 當時 但是你說 在我自己的人生 對於人生的意義上 為什麼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方面 我就覺得有很大的經歷 多謝你先 Amy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下一集的時間 我就真的很想聽一下 你另一個故事 就是你人生價值觀的改變 多謝你 好 謝謝 在下一集 節目主持李向晴 繼續請來Amy 跟大家分享 他們在移民來溫哥華之後的故事 和Amy是如何接觸基督教信仰和神的經歷 繼續和大家西美人生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和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那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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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感谢观看